颱風小圈集港期間 天文台在預警15分鐘後 改發9號風球 港鐵暫停露天路段服務 引致大批市民和旅客滯留 行政長官尼家超 星期二出席行會前見傳媒 主動提起事件 吸取了上月我們應對 超強颱風蘇拉 以及世紀暴雨的經驗之後 政府今次在訊息發放方面 有新的做法 增加了預警和頻密度 包括盡早去公佈 預料幾點會掛3號或者8號風球 天文台和渠武處 亦都在8號風球懸掛之後 隨即向市民發放台風和水浸的情況的 視像報告 有關由8號風球 轉去9號風球的預警方面 天文台同事在預測風暴方面 一直全力以赴 縱然他們的監察和預測系統 已經是國際水平 但可以提供多少的預警時間 仍然是受到現今科技的限制 李家超又表示 已經要求運輸及物流局和港鐵 機管局以及運輸業界 商討如何改善惡劣天氣下疏到乘客的安排 在下載的保測 在下載的保測 下載的保測